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大白冰场里 每天例行的冰湖训练成为女子冰湖队的姑娘们 每天雷打不动的传统 5月11号 记者来到北京体育大学 用镜头记录下学校冰湖跨界跨象集训队的日常训练场景 据介绍 北体大冰湖队目前再训学生运动员24名 其中男运动员11名 女运动员13名 他们分别来自学校多个不同学院 而作为高校的在校学生 如何克服学训冲突 合理的安排学业和训练上时间 成为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本科还是有很多的课业任务 然后包括每周都有很多堂的训练课在这里 所以就是在协调这些课业上 不光是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学院的老师 学院的领导也帮我们调整了培养方案 让我们能够兼顾两边 从培养方案来说 学校给所有的我们队伍的队员制定了一个相对来说 保证必备国家规定科目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外 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 从我们学校场馆部门来说 我们的场馆对我们所有的队伍是全年后开放的 2018年9月 北京体育大学正式启动冰湖跨界跨向选材工作 经过素质测试和心理测试 共临选出50名学生组建了学校冰湖跨界跨向骑训队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冰湖竞技水平 冰湖队在开展体能训练技能训练 以及冰上技巧训练之外 还专门开设了围棋心理学等课程 在一局比赛的开始阶段我们需要布局 在一局比赛的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需要收官 如何能布好局 如何能收好官 这是跟围棋项目有息息相关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思维的培养 能让运动员能通过这16个 冰湖在一场比赛当中能有更合理的布局 围棋的这种课程 在这方面对他们的综合能力 尤其是战术素养的培养 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他在一场比赛需要两个多小时 需要完成十局比赛 不是简单的一局 所以在这个一场比赛里面 会有很多的跌宕起伏 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调节心理 在领先或者落后的时候 要让自己的心理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我们非常需要调整的 也需要一些课程来让我们去学会怎样调整这些东西 女子冰湖队队长张驰月是队伍中的老队员 学习冰湖已有十年 对于他来说 冰湖作为自己最热爱的冬季运动项目 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更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积极变化 冰湖首先它是一个对逻辑思维要求比较强的一个项目 它就会让我对每件事情的看法 会有一个多方面的就多维度的考虑 第二个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项目 就会让我就在生活中也会学会顾全大局 去去照顾一些朋友之间的情绪 4月25号 在2021年中国大学生冰湖锦标赛上 北京体育大学女子冰湖队夺得团体亚军 也顺利入选第三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湖项目预备集训队 而接下来能参加加门口的北京冬奥会 成为他们所有队员们的共同期盼